超跑 可是如果你開的是一台超跑的話 我想你很難控制你內心 對於速度的渴望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麥拉倫最近發表了一款 LT車款旗下的這個 LT600 Spider 那我們要請正傑為大家 稍微介紹一下它到底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我覺得現在我們以前講到超跑 最容易想到就是牛跟馬 對不對 頂多加個蛙就是保時捷 但是近來我覺得像是麥拉倫這個品牌 它的企圖性感覺出來非常的強大 它不只把整個車系繼續擴散 而且也開始追隨他們前輩的腳步 就是開始出現了像是限量款 或者是一些特別款 而這一台600LT Spider 基本上就可以用這樣的思維 它是一個屬於限時限量的車型 所以最後出來的總數量應該 應該會大概跟它的前身 不是說前身應該跟它的硬頂版本 600LT是差不多的 大概估計會在大概500輛左右 那其實超跑限量 這是非常迷人的一個誘因 就跟名牌報一樣 當你加了限量或者手錶一樣 加了限量以後 大家當然尤其是消費的企業的人 都會積極的想要去搶它來講 那至於這台車為什麼這麼值得搶呢 很簡單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了 它是600LT Spider LT這個字眼是非常重要的 LT在邁阿倫的歷史來講 它就是所謂的長尾巴 長尾巴 所以當時最早使用LT這個字眼的車子呢 就是所謂的 麥克拉倫F1 GTR LT 麥阿倫F1 我想對於車談 稍微有點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台車 曾經是如何不得了的一台車子 當它的賽事版本LT 在推出道路版以後 就是讓所有收藏家可以收藏以後 那台車當然現在是非常的奇貨可居 價錢已經高到是天文數值了 自此之後隔了20年 可能麥阿倫突然覺得說 我現在有本錢跟其他的競爭對手 一較長短了 所以它開始出現了所謂的LT車型 所以雖然說長尾巴在F1 GTR上面 看起來那個很明顯 尾巴真的就像是燕子一樣 多了一節出來 那它的新的LT呢 因為空力的關係 因為一些流體力學設計的關係 它沒有辦法再做到那麼大 因為那對實際上的操作 跟實際上的性能 並沒有多大的幫助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 從現在新的LT車上可以看到 它的空力套件會更加的特別 它的空力套件會更誇張 而且它同時呢 也掌握了之前 就是所謂的道路版賽車的一個概念 所以它的車會更加的輕量化 也因此以600LT Spyder來講呢 它的車重已經壓到是 可能是570S的Coupe 就是它雖然有了硬頂敞篷的架構 但是它的重量 卻能壓在跟Coupe車型 差不多的重量上面 因此它可以把車重壓在1300公斤以下 比較輕 然後加上比較強的動力 我們聽到600嘛 那當然是600P啦 然後再加上63.2公斤米的扭力 因此它0到100 它只要2.9秒就可以完成0到100的加速 這個數字很神奇 它居然是跟硬頂版的600LT 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我多了50公斤 但我0到100加速 時間卻是一樣的 唯一有一點差別的呢 會發生在0到200 0到200的話 它會比Coupe稍微慢了 一點點慢了0.2秒 而是8.4秒 然後也因為它是敞篷嘛 雖然說我們都知道敞篷車很帥啊 而且它40公里以下 它又可以花15秒時間 就可以自由開或關 但是敞篷車有一個很大的致命商 在超跑上面 就是它的級數 一定多少會有影響 所以這台車子呢 如果它跑到 在開鴻的狀況下跑到級數 它可能只有315公里的級數 但它關上硬頂以後 它就可以回到324公里 雖然還是比Coupe稍微慢一點點 但是我想320幾跟330 基本上這種東西的差異 駕駛人在開到這個速度的時候 應該除了緊張以外 跟享受風磁電車的感覺以外 應該是不會在乎這一些了 所以其實和這個長尾上空的麥拉倫 相較起來 當然寶石捷 它其實也推出了新車的話 一樣造成市場上面的轟動 寶石捷旗下第一款 同時它也是首款的電動車 TICON 其實我們之前也討論過蠻多次的 而且它在去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做了預借單的動作 超過360張以上的訂單 實在有點嚇人 小葉 其實我覺得我今天介紹的兩個品牌 從瑋斯牌到寶石捷 都還蠻相似的 就是他們從發表到現在 從建廠到現在 那個一脈相承的感覺 其實都很相近 尤其是寶石捷的寶石性 我相信有不遑多讓 這一點問鄭傑就知道 因為它有擁有他們家的車 寶石性 可是它是電動車 那大家為什麼這樣子 可以就是說它預購 就可以有這麼好的訂單 是因為它是寶石捷 還是因為它是電動車啊 我覺得這一點也很妙的是說 第一個是寶石捷 它除了原本的 應該是說它的老本很好 就是我原本的911這些東西 都維持得很好以外 它也很不吝嗇的 往新的方向去發展 所以他們也告訴了我們說 他們現在未來的重點 會是油電車跟電動車 甚至他們在2025年宣告說 我賣的車款 一半會是油電 一半會是電動 對不對 而且它另外的關鍵就是說 我們開過寶石捷的人 應該都有發現 不管是最經典的911 或者是拉高底盤的休旅車系 甚至是導入了電力輔助的 油電車款 你可以感受到那種 一脈相承的駕馭樂趣 其實沒有改變 對 不管你開的是哪一種 樣子的寶石捷 可是開起來就是一台寶石捷 所以說它今天就算變成了一台 它是純電力的 開起來可能的那個駕馭感覺 我覺得還是會跟原本的寶石捷 不會差異太多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會吸引這麼多人爭相的想要排隊 因為對於這台車其實我們很多訊息都不知道 我們現在只知道說你可以用八萬八 就有排隊的機會 你也甚至連不知道它未來它的價格是多少 我們才知道說它可能在2019年才會正式發表 你要真的拿到車到2020年才會拿到車 在這麼多消息都還不確定 就有這麼多車主願意花出這個錢去排隊 它的魅力我覺得就是我剛才講的原因 因為它就是一台寶石捷不管它是什麼動力 而且它又是首款的電動車 總感覺上好像要先收藏一台 好像才有那個價值感 當然其實像寶石捷只要一推出新車 不管它是什麼時候會正式上市 都是一直不斷的延續它的非常熱度的話題 我們接下來要看一下 最近真的是熱度也非常高 你只要跟三個字在上面的話 哇 那個你在臉書上面的文章 根本就是按讚數會超過很多 那就是韓國瑜市長 韓國瑜市長呢 他說 他希望高雄能夠引進這個F1的賽事 但是後來突然之間又喊咖了 那我們要問一下邁思 其實F1要舉辦這樣的賽制的話 是不是在台灣來說是有一定的困難度呢 其實我覺得在台灣要講F1 基本上我覺得它其實跟引進手排車有點一樣 往往就是這種萬人呼應 但是只有一人到場 那其實F1也是一樣 我相信韓市長他其實要把台灣引進F1 這個不是韓國瑜他第一個提出來 其實早在之前陳水扁 但是在馬英九主政的時候 他們都有提過說台灣要不要引進這個F1 可是呢通常都是無疾而終 那這個考慮的層面有非常多啦 很多人就是反對 身為一個車迷來講 像一個車迷來講 或是說一個汽車重力公開 我當然也是希望說台灣有很多這種所謂的頂級賽事 因為它對於整個車子的這個所謂的工業 或是說整個品牌的形象 或是說整個觀光人潮 它是有一定的收益 可是問題是我們從這個 基本建設來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評估說 到底台灣適不適合來做一個這樣的賽車場 我用大鵬1做比例好了 因為大鵬1它目前是屬於G2的一個等級 你要辦F1的賽道的話 基本上到G1的等級 光是賽道長度以及它的規模來講 我們概約來講 它不是非常精準的 你如果要辦一個F1賽道 我們假如所謂的場地賽 你的那個規模大小就要現行的這個大鵬灣的這個賽道 至少要3到4倍以上 了解 那這個金額 有那麼大的場地嗎 好像高雄目前的 對 那你看你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當然就是場地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你周遭的這個交通建設 我們再拿中國的上賽道來講 當初中國為了蓋這個所謂的上賽道 它甚至還挖了一條捷運 從機場連接到這個上賽道 所以這個整個土建的成本 光是這個賽車場本體 我們還不要講周遭的東西 初估至少可能要花到快100億左右 就是說我蓋一個賽車場在那邊 那我不要去講說我日後 我們每年要花多少錢去保養 那除了這個100萬之外呢 你每年還要再繳交所謂的FIA 跟這個所謂的FOM 所謂的權利金 一年大概是5000萬 換算成台幣大概是11億 不到10億左右 不一定 因為它每年都會調整 那台灣會炒出這個話題 主要原因是說因為 大家知道2020 越南它也要辦F1 對 所以很多人就想說 連馬來西亞都要辦F1 連我們過去瞧不起的越南 這種所謂的我們東南亞國家 連越南都要辦F1 那台灣呢 台灣為什麼沒有F1 我這邊提出另外一個 不同的觀點的看法就是說 其實越南它辦F1的時候 它背後有另外一層涵義就在於說 2020年的時候越南它要 它自己所謂的這個 第一家所謂的越南自主品牌的 這個車廠要成立 當初 中國的這個上海站它成立的時候 中國政府它其實也是要 營造出一個什麼 我要把上海 打造成一個汽車重鎮 所以我們在發現 中國站在上海站在辦F1的時候 它一定會結合什麼 結合上海車站 因為它會發現這個 光是這個門票的收入 或是這個轉播金 而且你要知道 我們F1的轉播金 並不是說是你主辦國拿走的 你的所謂這個轉播費用 這些轉播金權利金的話 到時候是由這個主辦 由這個FIA 這個FOA全部拿走 由它來分配給各個車隊 所以你基本上 你這個所謂的主辦國 你就是只能靠觀光客來收入 可是觀光客 光是這個門票來講 像我一些朋友他在新加坡 他也跟我講說 新加坡是街道賽 他們當初辦F1是他們很歡迎 可是他說他們辦F1 主要是要推廣他們的賭場觀光 光是這個門票收入 甚至到後期 我一些住在新加坡的人 他跟我講說 後期來講這些所謂的門票 基本上新加坡政府是用送的 他送給當地的公民 為什麼 因為賣不出去 國外的確是有所謂的始終分明 他會追著所謂的全球F1 他一站一站去追 可是問題是那個市場 那個市場量還是太小了 你說一個票最多多少錢 好 我給你算1000美元算很貴 多少人會買這個所謂的三天的套票 對啊 那你加上台灣的這個市場 你有這麼大嗎 所以我覺得 因為後來家瑋哥 他有在他的臉書上有提到一個 就是說 台灣要推廣賽車運動的話 是不是一下子就要直接攻頂 去挑戰F1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值得商討的東西 你是不是可以往低層次一點的賽事 那你說低層次的賽事就不精彩嗎 比如說我們講這個澳門的這個東望洋 澳門大賽車 澳門大賽車很精彩 因為他甚至連G2的這個場地資格都沒有 可是問題是 當每年舉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全球多少的 包含一下我們講的 像Michael Schumacher 他在年輕的時候 他也到過澳門去參加過這個大賽車 很多知名的F1車手 早期培訓的這個場地就是在所謂的賽 那台灣可不可以先從這個 所謂的比較低層次的賽事 像我就講 我那時候有跟幾個同學講說 我們澎湖 我們所謂的漫島TT比賽 我澎湖可不可以搞一個 局島TT比賽 我封島嘛 我相對來講我方便 我刺激當地的觀光什麼之類的 我舉辦一個所謂的整個封島公路賽 我是不是可以造就成這樣的機會 我覺得這個在執行上的難度 會稍微低一點點 不要說我們一下子就直接去打王 越級打怪去打F1 我覺得這個困難度稍微高了一點點 對 因為其實我們看一下 那個上海的就是F1的賽事 他們其實從這個承辦 一直到中間的這個維護過程 他們花了280億 然後現在每個月要賠10億台幣 所以其實以這樣子這麼大的金額來說 不知道我們是不是有辦法去承擔得及 好看 MING PAO CANADA